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曾经经历过你所在的教会 真的有一群人离开或者教会分裂的事情 请大家举手好吗 差不多一半 多过一半了 其余的人听的时候没有感觉了 我跟各位说 这个分裂的事情会教导我们很多的智慧 也把主的心意告诉我们 教会分裂和人离开教会 可以说是挺普遍的事情 我们常见某某人离开一间教会 然后一群人受他影响就跟着离开 那么每一个的分裂都会造成教会的损伤 那弟兄姐妹得到伤害 特别是有一些离开的人 他们的家人亲人也都在那个教会 或者有长久的关系 那越资深的人离开教会 带来给教会的损伤是更大的 但是我要说 不是每一个的分裂都是不好的 有些是必要的 因为分裂首先能够筛选人 能够唤醒整体的教会 或是在分裂中兴起有一些蒙恩的人 尤其是有一些敬虔爱主的人 他们一直默默无闻的服侍族 然后在教会就分裂 受到损伤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 这些人就起来 而奋勇地补上教会的破口 我在教会里面 就信主 差不多有三十五年 我就看见 真的很多的分裂发生的时候 但是主爱他的教会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出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那么神不是不知道 有教会会有分裂的事 但是我要说的 在教会分裂人离开的事上 虽然是神许可的 但是不是每一次的分裂 都是合神心意的 特别在分裂的事情 会显露了我们人性的软弱 首先我们很客观地问 为什么有分裂 神是爱嘛 爱人的神 叫我们彼此相爱 那为什么我们就信了这福音的结果呢 分裂就会发生 那在这几点上呢 我先想让各位从很属灵的角度 换句话说 从神的角度 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那分裂呢 那主要的一些告诉我们的 第一就是我们基督徒呢 是有仇敌的 我们不可在这个掉以轻心 特别主说了 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是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什么 更丰盛 但是这句话我们知道了 盗贼和爱羊群的主 但是你一定要明白说 当在分裂的事情一发生的时候 你不能说是那个盗贼干的 不是我干的 因为魔鬼的工作 是往往透过人心 人里头的邪恶 糊涂 愚昧 就造成这些事情 包括分裂的事 所以当人离开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会说 一定有两者是错的 教会本身 还有离开的人 其实都有软弱的 那我们可以说 两者都有不同意见 不同看法 但是呢 我们怎么面对的时候呢 最后也造成了一个分裂 这当中呢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 人的善变 有些人今天讲 这个明天讲 这个当中 我们会看到 人的血气 人的软弱 也特别 我每次发现在分裂的时候呢 的仇敌的工作 在两者 有分歧的主 两主人的时候呢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 共同的样子会出现 就是自我为意 两者都会说 我的角度 我看的 我判断的 我的理由 我要离开的理由 是对的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所以呢 人很奇妙的 人都不愿意承认 说 哦 我有错 我有软弱 我有不够之处 人都会说 我已经做了 我已经跟他讲了 我已经该做的都做了 但是呢 我不得到谅解 我不得到 另一方面的支持 还是等等 很多的理由 所以呢 一句话来说 就是自我为意 这魔鬼的工作呢 都是叫人的骄傲 就是提升起来 把自己举起来 自我为意的心 自我护卫的心 然后呢 就两者讲的 好像都是对的 但是这个当中呢 分裂就会发生了 那我们不是不了解 这些事 我们已经认识福音 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 在人的软弱里面 背后有仇敌 对不对 那么 你单单懂 一个属灵的仇敌呢 各位 这只是一个观念 因为你要知道 这个属灵的仇敌 现在在这样的紧张 分歧的那种气氛之下 他做工的时候呢 我们人得到的 那个意念本身啊 是要很谨慎的 我们要怎样 保守自己 我们要怎样 来面对 那个控告 给我们控诉的人 对不对 分裂的时候 你也讲对 我也讲对 对不对 你不让 我不让 这两者之间呢 彼此呢 都会误解彼此 然后呢 之后呢 过后 带来的 跟下面弟兄姐妹 讲的话 给他们的情报 全部都是不正确的 或者不完全的 所以每一个人呢 都会说自己的话 所以仇敌呢 是最开心的 我们的属灵的仇敌 他是个吞吃人的生命 特别是叫人受控告 所以呢 人不愿意受控 人怕被控告 人不敢说 自己也有错 自己也有不够的地方 所以他们都会说 我们都已经这样的 愿意听从了 或者我已经愿意做 做的齐全了 但是另一方呢 不配合 还是这样 那么 在怎么对付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要从更高的角度看 神许可分裂 我跟各位说 在有一些的 我可以说在分裂里面 有神许可的 当然上帝掌控万事 在祂的主权里面 祂许可 许可一件事情才会发生的 但是 这句话呢 不是给我们借口的 因为神许可的意思 就是神在看 神让这件事发生 因为有通道 我们已经给仇敌一个破口了 所以 人有 什么 责任 所以我们人的问题是什么 一听到神许可的 我没有责任 我跟他们说 你有责任啊 当主的心腹 因你的决定 因你说的话 有分歧 分裂的时候呢 你哪里没有责任 所以我们都知道 认识软弱的 那这个仇敌是厉害的 但是还有什么 神是怜悯人的 阿们不阿们 水贵很重要的话 我再讲一遍 仇敌啊 是 人比天使为小 仇敌是有能力的 对不对 这属灵的仇敌 人又是软弱的 但是 神又怜悯 只要在分裂的事情上 如果我们能够得着神的怜悯 哪怕我们也有软弱之处 神怜悯了我们 谁能够控告我们 所以在分裂的事 我们人 不管是教会也好 不管是离开的人也好 你要怎么做 很重要 你在神面前 怎么面对这个分裂 处理这个分裂的事 你要做的 我用一句话来说 更为有益 跟我一起说 更为有益 这句话从哪里来 哪一个故事出现的 各位记得 犹大跟他妈的故事吗 现在可以想起了 对不对 这个他妈 跟他的大儿子结婚 大儿子死了 后来第二个儿子 应该要把金子 给自己的嫂嫂 又戏弄他 没有上帝 又处死第二 第三个 犹大 你先回家 回娘家 第三个收主 他妈就一直 穿着寡妇的衣等着 等着最小的儿子长大了 犹大 不给他 犹大要经过 士庭这个地方 他妈知道了 就扮成妻女的样子 勾引了他 然后跟公公生了一个 后来我们知道 就双胞胎 原来这个家谱 就是弥赛亚出来的家谱里面 有时候真的太乱伦了 这样的事情也有 但是当犹大知道他妈怀孕的时候 因为他认不出 原来是妓女就是他的媳妇 把他抓出来烧掉 然后他妈把他留下来的信 那个就带出来 我就是借着 给我这东西的人怀了运 犹大说什么 他比我更为有意了 他是愿意嫁进我们的家 愿意要接续 就是传宗接代 我是原来把孩子收起来 不给他 他妈扮成妻女 像样不像样 不像样 但是犹大用诡诈 对待他的媳妇 也没有领他媳妇的好意 这样的心 这个犹大的自私 当这件事一发生的时候 犹大的心被责备 我们两个都有错 但是他比我更为有意了 所以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 面对种种的难处 我知道有时候我们讲话的人 有时不小心就讲错话 不小心血气就出来 但是尤其那些 很争议性的事 分裂的事发生的时候 我是很谨慎 起码我跟神说 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 有弟兄姐妹对我们不喜悦 或者底下有一些声音 或者有一些人要离开的时候 这边讲那边讲的时候 主啊求祢让我做的 比他更为有意 因为主是爱护你的心腹的 谁是真的爱护你的心腹 保护你的心腹的 主会借此行出他的赏法 所以呢 你因你私人的意思 你要损伤教会 因为你得不到 你也不愿意别人得到 或者你因为自己的动机 或者自己的软弱 你要做的那个事情 你不在乎那个在上 看管一切的神 只有要凭你自己的肉体 来做事 来讲话 然后造成的人跌倒 教会分裂 有小子被绊倒 主说什么 还不如大摩石圈在他的景象上 丢在海里面 有没有 主这样这样的话 各位这样的话 讲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很谨慎 所以呢 我自己本身 幕会十九年 我知道 无论我道讲的再好 人品再好 还是怎样 人要离开就是离开的 但是他离开的时候 他会做什么 然后我要怎么处理 我要怎么面对 这个会显露了 我们人三样的东西 会显露了几样 特别我们人性里面 当然 就是三样 在分裂的时候 显露出来的 三样东西 第一 人的信念 信念 我们先来讲 这个信念方面的 信念 就是有关 我们的教义 那么你说 在分裂的事情上 为什么有时候神许可 各位 在神最许可的分裂 就是教义上 为什么新教 我们是新教对 跟罗马天主教分出来 这是绝对神许可的 阿们 那因为 在教义上 在唯独 信心 唯独恩典 唯独神的道上 我们分歧了 所以那个是神许可 所以盐水和淡水 不能在一起 那一间教会呢 有一组人是 我要舍己 悲起实价 跟从主 一间另一组人呢 我们今天宣告 主要给我们财富 成功啊 顺利 天天做这个东西 另外一组人是要顺服主的 各位 这两者怎么能够在一起 所以呢 一个是 转讲神的道 叫弟兄姐妹 忠于神的真理 在神的真理上 神根建造 另外一个是 天天释放一指 释放讲见证 喜欢讲见证 听见证 靠经历的 各位 这两者怎么能在一起 所以 我属灵的良心告诉我说 如果你是在这样的 错谬的教会 整天叫你等候神 看异象 闭上眼睛 这样的 这样子做这些 这些神秘属灵的东西 所谓属灵啊 感叹 这种东西的话呢 根本在我来看 不是属灵的东西 这是属肉的东西 真正的属灵呢 是回到主的道 借着神的话 神的真理 明白之后 靠着真理的 圣灵的感动来行事 这是很重要 真理的圣灵的感动 神的话是活或有功效的 你不能从神的道得到感动 是因为你东一块西一块 没有连贯 没有贯穿始终的认识圣经 所以当你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 到底用哪一处经文啊 对不对 有些时候呢 你遇到财富的问题的时候 神的话是跟你说 你当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但是你听到的经文是 神必在他丰盛的荣耀里面 叫我丰丰富富的 会得到他的荣耀 那这些你自己本身呢 用的经文本身 跟你自己生命的 那个光景 没有联合起来 所以呢 你没有贯穿始终 所以你用圣经的话 你要误用 所以我要讲的东西 就是教义的东西呢 是神许可 如果分裂发生 我盼望 我盼望 是因为教义的分歧 两者性的不一样 那应该要分的 那这个不用勉强在一起 你不用勉强 用服饰来 我留住你 我给你唱斯班 来来来 给你唱苏巴拉奴 你这样 不用 你这样留住人是越留越糟糕 你给他什么位置 我给你做教导 没有用 你越做越糟糕 亲爱的兄弟姐妹 信念和教义 这是绝对不妥协的东西 我们生命堂呢 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你可以不喜欢我的为人 你可以不喜欢我的谈吐 但是当你说 朱牧师的讲道 有问题 他不是以基督为中心 是以人的东西为中心 那时候你是准备 要离开这个教会了 我是很友善地 跟弟兄姐妹相处 但是我在这方面 也是很严谨 很独到 也很坦诚地 告诉弟兄姐妹 如果你向着教会的讲台里面 你已经有自己的看法 你对教会的讲台里面 有疑惑的时候 你是准备离开了 我也不会强留你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但是如果你说 牧师我不喜欢你讲话 你得罪到我 那对不起 我可能没有礼貌 那时候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那个我可以道歉 但是教义的东西 那不用讲 弟兄姐妹 你们了解吗 所以什么东西是重点 今天人是不看教义的 你给我的感觉好 我就跟你做朋友 就留下来这个教会 因为这个教会要每个人来关心我 这样的 不是做这些东西的 你反而是人刚进来的时候 你要让他们听清楚 他们听清楚之后 他们做决定 对 人一进来 拼命很多人去探访他 干嘛 吓死他了 也累死你了 让他进来 坐着听到自己酌量判断 这是我要留的教会 因为我单单从那个道里面听了 我心里得释放了 因为真理教我得自由 我回到家之后 把祝福带回家 那感谢主 他这样决定留下来的 他继续会留下来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分辨的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第二个地方 我跟你们说 在分裂的时候会显露什么 会显露人的动机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动机呢 可能在这个教会 想要得的一些东西 得不到 不管是人的认同 人的重视 或者一些服侍的岗位 位置 或是他自己 很私人的一些意思 这个教会的决定做法 不按他的意思做 哪个时候 他就离开了 其实他离开的时候 他不会说是这些的 有些人离开教会 甚至是什么 因为教会的时间不配合我的 我跟牧师讲 要换聚会时间 或者怎样 聚会次数太多 我都遇过这样的人 其实他们是要过自己的家庭生活的 崇拜的时候 这个时间不好 我的孩子要睡觉 很多这样的事情 其实 但是他不会说我离开是因为孩子要睡觉 但是这也成为他其中一个理由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人的动机 你自己认为是轻正 神会看出你的动机 神会知道我们的内心 所以我在教会这么多年 这样照顾牧养 劝解弟兄姐妹 不明白 说不是每位弟兄姐妹 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 对不对 我们不能这样 但是我们尽量 在爱心里面尽量运作 如果不会影响到神的教育 处事决定尽量符合大众 连教会的地点 有时候我们说教会的地点 这里住在东的 那边住在西的 这边住在北 那教会要到哪里去 因为要搬教会来吵架 等一下来分裂 要装修的时候 这边要做这个 这个要这个颜色 然后这个地方要用来主流学 这个地方不够 就吵架也离开了 也有 各位很奇怪的 人要分是太容易的 要联合 这是神迹 各位要求吗 所以没有办法联 分是自然发生 有一个人就这样跟我说 分是自然发生 联合是神迹 所以其实我们好好看都是人的动机 人的角度 人不愿意等 有一些的改变 但是他说 不是这些问题 我们信的不一样 你看很奇怪 我跟各位说 曾经有一顿 来 有一个家人 一家人 几口 四口 来到我们教会 那么 这个弟兄 是好像 传道人籍的人物 但是当然 他在有一些地方服事 不愉快 那他就来了 他是其实做一个监狱事工的 那么 他在一些教会里面 遇到不愉快的时候来 他就过来我们教会 一家四口 在我们教会 几个月之后 很喜欢我们 全家人都同身站好 我们教会 信息也好 弟兄姐妹有爱心 过后还有爱恋 什么东西不好 所以就留下来了 那后来 当然那时候 我们教会小 就是一百个人 这样的时候 他们就比较靠近牧师 就常常找我 那后来 有一次这个弟兄 他在外面 当然有一些施工 帮助一些 从监狱出来的人 那后来有一度 他开始把 从监狱出来的人 带到我们当中 我觉得很不错 这样的人 他有这样的使命 当然牧师是愿意 祝福他 你要把他们带来 没有问题 那就带来之后 后来 就要他们受洗 我们教会 一年三次有受洗 四月份的复活节 九月份还有圣诞节 我们一般上都是 每四个月一次 后来带了几个人之后 那时候他们一定要上受洗班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条规 就是说除了受洗班 那时候好像要两次以外 你一定要在这个教会 起码待上两个月 我觉得这次 不是很难的条例 对不对 起码待上两个月 两个月 我们认识那个人的生命 看到 我们现在换成六个月 因为我们后来发现两个月太短了 但是当时候是两个月 那他就带来一位弟兄 他生命很好 只有三周 他就说 我要拿受洗 他就抓住文刚长老 文刚长老就来抓住我 我说他来了多久 弟兄 三周 三周不行 我就笑着跟他说 因为无论怎样 我们要观察他的生命 他很不错 我已经跟他认识很久了 我也带他绝肢祷告 什么 圣经哪里有说要等 要受洗 对不对 那个太监不是马上 非力给他受洗吗 那是初代教会 你要明白 但是历史历代的教会 很多乱来的 随便就是领圣餐的 也死的不少 对不对 你有没有知道 这些 所以教会界里面 慢慢有一些制度出现 为了保护人 要认定一个人的生命 真的有重生的证据 然后才能得重 并且重人要认识这个人 所以我说弟兄 不可以 他就追着我 那时候我们的教会 七楼六楼 他就 我说No 我后来我就说No 不可以弟兄 你要知道 后来我就走了 他就以为我答应了 我说你要什么 我牧师 我要给他 我希望你给他 我说不可以 后来他就回家了 当天他就决定 离开我们教会了 他说我跟 朱牧师的理念不一样 理念不一样 到底哪一个理念不一样 哪一个教义不一样 我现在问 你相信重生吗 我也相信 你相信成生 我也相信 对不对 到底哪一个理念 还是你的动静 你把你的角度 讲成是一个教义的事情 然后你用圣经的经文来讲 但是整个背景 整个圣经的应用 在这个情况 其实不合格的 在教会的制度的建立 在人的生命 有重生的一个证据 得到众人的认同 这样的受血 跟你急忙要他去受血 然后你不能等这件事情 其实再等四个月又何妨 如果他的生命是真的 会死吗 对不对 不可以 所以很多人离开教会 自己私人的动静 讲成是教义 因为讲成是教义的话 无可止在 讲成自己动静的话 不好听 对不对 你看 自我为意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要讲的东西就是 我们不要说魔鬼带来分裂分裂 其实很多时候魔鬼是 要不是人的生命给他通道 他怎么能够做这事 所以讲要离开教会的人 随随便便的 然后还自我为意 那各位 你要在神面前负责这件事情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多年牧养教会里面 我就看了 人性真的是不得了 尤其是在犯罪的事上 犯罪 虚假 假冒为善 这些东西 我并不是说我没有这些东西 我就知道我有这些东西 所以常常恐惧战惊 也知道自己有一点不对的时候 有一点讲话太夸张了 或者怎样 我回去总是检讨我自己 但是起码我在主的道上 我要传的全备 然后管理整个教会的时候 爱心公义的全面 如果这个弟兄我给他这样就受洗 因为他追着我 我没有办法 公义在哪里 下面每个人说 牧师 为什么你给三个礼拜就受洗 我们也要 我们也要 对不对 我们也是真的 我怎么办 所以当你进入一个教会的时候 你就知道 为什么你要顺服权柄 你要顺服那个教会的制度 连你受洗 我在外面是净水的 你来这个教会是点水 点水好像没有洗到 我要净水 那你去那个教会 净了水之后 你再过来这个地方来听信息 可以的 对不对 因为我一旦给你净水了之后 现在每个人有选择了 他们都要净水 我们是长老会制度 我们是点水岭 连这个东西都吵来吵去 有些人我不知道吵什么 你要净水的也是神喜悦 你要点水的神也是喜悦你 但是当净水的说 点水的不算受洗 那你就要为你这句话负责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因为点水的也有经文来做衬托 净水的也有用经文来做衬托 所以他们都有自己个别的 在历史背景 教会历史背景 他们有个别的偏向 他们强调的地方 他们选择的地方 所以这些东西 神没有给我们铁定的 一定要这样 对不对 这是教会的一些管理制度 或者practice 我们的一些形式 所以请大家清楚这些东西 哪一些是绝对要守住的 哪一些是神许可 我们变通的 灵活的 请大家祷告 然后第三 在我们人离开教会的时候 会显出一个人的品德 各位 圣灵的果子 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 节制 尤其是当一个人要离开教会的时候 也坐牧者的 要面对一些人离开的时候 要很谨慎 因为在这个时候 会显出 每一个人离开教会的那些举动 做法 显出他的品德是什么 有些人要离开了 自己不甘愿 因为他有离开的很强的理由 就开始跟人讲 为什么我要离开 因为牧师 这个教会讲台 或者这个 他的为人 你看这个领袖城 就开始讲 所以他们讲的时候 他们说 我们只是 哎呀 因为我跟他很靠近 我跟这个弟兄也是 很靠近 我这个是亲人 这边讲 这边讲 各位 你认为呢 有一些人 是听这些话的时候 他是会被误导的 他是会被confuse 混乱 这样啊 我在这个教会这么久 没有发现这个 你发现 是吗 然后他就 带着这个先路的为主 就看牧师 好像是 这独根就来了 你们知道吗 我在教会里面 常常会看见这样的事情 如果人是从来没有 这个暗示 你给他那个暗示 你有责任 然后呢 你不能证实 你不能完全的证实 你只能把你自己 主观的角度 你讲的话 你绝对要负责 我身为牧者呢 我是教会的一个监督 要坚守 整个教会的事情 那么当人要离开的时候 如果一个人 比如说一位弟兄要离开 他默默跟我讲 我也尽量挽留 但是不能的话 好吧 牧师祝福你 你去找一间 你合一的教会 我们彼此祷告 这个是最开心的 对不对 也最彼此祝福的 因为我也了解 我没有办法留下所有的人 可能 当然有一些地方 真的不合乎他所要的 那就好了 但是有一天我听到 那个跟他很好的弟兄 也是有这样的看法 那个姐妹也有这样的 开始有跟他讲一样的话 那时候身为牧者的公义的做法 也为了保护神的幸福 一定在讲台会说一些话 但是不是指出那个弟兄 会把有一些现在已经在当中 有一点散播的那种说法 要纠正 有立场 那那个要离开的弟兄 这个是讲我的 攻击我的 现在牧师来攻击我 那你就要问了 牧师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你说现在是在攻击你 为什么攻击你 如果是只有你一个人 因为现在你已经把这个东西 跟好些人讲了 所以当牧师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这些人知道牧师在讲你 你明白吗 所以根源从哪里 从你自己 你自讨没趣 谁叫你自己要散播这些 各位你明白 这个就是你不尊重教会的权柄 因为如果你要离开的教会 不是异端 只是不合你的意思的话 你没有资格这么做的 因为你现在是属于神的教会 这个教会里面的人 都是借着这个信息 这个道 这个讲台 被得招的 你是谁 你们了解吗 所以你不能合理化 你错就是你错的 我是很给离开教会的人面子的 我说如果他们很安静的 这样跟我说 私人之下 我是很大方的心 不管他们是 直视也好 同工也好 让他们走 但是如果一个一个 我不知道多少人已经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我一定会在台上有一些立场 这不是攻击那个人 这是按着上帝的公义来保护主的心腹 主的身体 如果连这个都不做 我叫什么牧者 你的家给人分散 你做爸爸的没有关系 来分就分 这样做什么爸爸 对不对 各位 所以很多基督徒以为谦卑温柔 你在应该谦卑温柔要谦卑温柔 我尽量效法主 即便我知道我给了立场 我是尽量不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然后变成一种纷争吵架 因为主教我们凡事忍耐 凡事温柔 有这一点我们有教会观的人会很清楚 你爱教会 你也要保护教会 所以这里就显出品德了 当然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有一些人他是要离开了 他就跟牧者一个人讲 然后牧者就带了一大堆长老知识 然后比如说两个人要离开 就开始攻击他们 还是什么 还是这样的做法太强硬的话 然后造成有些不公义这样的事 或者赶出教会还是这样 这也是太糟糕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要平衡 因为我也不要说 我现在是一个带领教会的人 我从教会的角度看 我自己有经过两次教会的分裂 然后后来我才成为一个传道人 带领教会的牧会的一个牧师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看见在分裂里面人的丑陋 到底这个里面谁是真爱主的教会 有谁看到这样的人离开 然后影响了他 影响了他 这个人也懵懵懂懂懂就去跟着他 然后最后也不知道自己信什么 心里面很痛 我为教会 有这样的人呢 通常在分裂的时候呢 他就出现 会成为教会很重要的同工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没有危机的时候呢 我们真的认不出人的生命 有时候你觉得很好的生命 很好的 为什么会这样 有时候你觉得没有什么 默默无闻的 为什么在关键的时刻出来 保护教会的一个祭坛 然后甚至为整体教会讲话 这样 一般的弟兄都这样做 那你就知道他里面 他蒙受这个教会的恩典有多大 所以我跟各位说 我们 其实呢 嘴巴不要讲 我都是爱教会 我都是为了教会 这个谁都会讲 我跟各位说 在整个我牧养的生涯里面 一直读圣经的时候 我看到真的圣经的话是对的 人的心诡诈 人的心诡诈 所以我一次我跟同工们说 我看的还不是人讲的东西 这是他最后做的东西 如果他讲的 跟他做的东西不一致 他比 其实他讲跟他做都做错 但是一致 起码啊 这个人是一致 对不对 他讲跟做不一致 这个更糟糕 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话呢 只有在这边讲 回去怎么讲 回去就是拿一把刀 就是这样了 但是我现在在这个视频上讲的时候呢 是给众教会的警戒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要明白 什么是公义 什么是慈爱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好不好 圣经有没有分裂的例子啊 有啊 你们在哪里找到 那我们一起来看 《使徒行传》好吗 十五章 有些人知道牧师要读哪里了 《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三十六节 各位 我先说啊 这是保罗和巴拿巴之间的分裂 但是他们不是教会 他们是宣教团 但是呢 我要这样说 当时教会是只有一个 一个中派 没有现在会理工会 进行会 什么长老会 没有分这样多 所以没有分成不同中派的时候 这是没有分裂的例子 在保罗的施工呢 却有分裂的事情就是发生 所以我们用这个分裂的事来看 那我们要怎么 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 来面对分裂的事 三十六节 那现在是保罗和巴拿巴 已经经过第一次宣教旅行 那现在要进入第二次宣教旅行 第三十六节 过了些日子 十五章三十六节 过了些日子 保罗对巴拿巴说 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课程 看望弟兄的境况如何 各位 这就是主告诉我们 我们做宣教工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牧师一定固定到一个地方 因为主的群羊是要被勉励的 我们不能说生出来了就放 这样 所以牧师来台中 当然主要的目的是 为了台中基督生命堂的健全成长 在这些而来的 所以一定看 那既然把主的道给了 那看看大家的生命 到底怎样的成长 那前面五年 是一个筛选的过程 盼望 这次牧师完了之后 要跟大家拍一个群体照 就算是台中 不是在台中生命堂的 在这个地方一起 我们叫做同路人 拍个照好吗 拍个照留念 看望三年后 不会有人被筛选掉 如果看到 哎呀三年前三年后 都是一样的人 感谢主 这样的人一直在真道上 这样前进 不然就是这边要找到什么 那边要追什么 就换来换去 那你一辈子没有根基的东西 我跟各位说 这些东西都很重要的 那我们可以回到 从前宣传主道的个程 它是用主的道来得着主的子民 看望弟兄们的境况如何 巴拉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 十四章那边 离开他们 在那个地方 等一下我多讲 不和他们同去做工 就以为不可带他去 很简单 就是我要带他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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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带他 那时候 就是在我们最需要他 关键的时候 跑人 可能他害怕 那时候很多的一些逼迫 那于是二人就起了争论 甚至彼此分开 其实原本是 they have a sharp argument 很严重的争论 那各位 严重的争论 一个人 巴拉巴带着马可 坐船在塞浦路斯去 保罗拣选了希拉 他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 一切读 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 兼顾众教会 然后十六章是什么 保罗进入希腊地带 菲利比这个地方 他得到马其顿的异象 然后进菲利比 各位 各位在这个很简单的经文里面 我们用五点来讲述 我们怎么看待和面对分裂的事 第一我要说的 这个分裂不是因教义 Amen 感谢主不感谢主 感谢主啊 连保罗跟巴拿巴不是因教义都会分开 所以何况我们 有一点安慰 对不对 因为从我的经验来看 因教义而分开的分裂很少 都是因你的为人 你的处事 我的角度 你的角度不要来吵架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连保罗和巴拿巴他们都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们就这样的 分开不是因教义 所以不是因教义的 不要把它讲成教义 你要想想看 如果保罗和巴拿巴 保罗开始说 巴拿巴 你就是人情人义 就是你看 要带马可 不许 你这样就是不遵照神的意思 你跟我理念不一样 如果讲成这样的话 何等糟糕 什么爱心都没有了 之前的全部的同工 全部散了 全部就完了 所以我们要明白的时候 我们判断事情 尤其我们的话 在分裂的时候 我们要很客观 尽量越客观越好 你就算要跟别人说 你要离开教会 请大家说足够就好 不要多说 免得留地步给那二者 阿们 有没有有这样正直的人 我跟你说 连你的分裂 能够看得出你的为人 你的品德 你离开一间教会 你怎么离开 其实改革中教导里面 有一些很名望的牧师说 你们离开的时候 怎么离开 如果你是很有恩惠地离开 你会得到牧者 甚至你的小主缘 他们为你祷告 祝福离开 你们知道吗 但是我在教会的经历里面看 很少是这样的 还没有离 要离的那个时候 已经弄到天翻地覆了 整个教会的那种样子 那这样的人呢 弄到天翻地覆走 然后一些人也跟他一起走 恭喜你们 这样的人 你要跟着这样的品德的人 你要知道 当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会这样对你 所以有时候我们 福音是真的教我们 不但得救 懂得看万事看人 这些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扮清高 不适应教育 就不适应教育 都是因自己个人的角度 个人的软弱 那在这个地方呢 有个人的角度 所以我们不能否认 每一个人在处理一件事情 看事情 判断事情 甚至看那个时间表 教会里面要前进 要慢 要请工人不请 对不对 还是这样 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判断来的 每一个人受圣灵的感动 可能都有不一样 所以教会一定要有带领者 带领者认为不是的话 那我们就等 对不对 带领者也认为不是的话 但是也要问一下 参考旁边的人的意见 两三个也爱教会的人 知道 所以我想的也跟他们一致 那就应该是很安全的 所以在这一点 我们知道 这个个人的角度 都告诉我们 个人都有他们的轻重观 他们看事情有轻重的地方 有些人可能对巴拿巴说 马可的生命是不错的 我怎么带着他嘛 他只是在那个地方 有一点太紧张的时候 所以他离开我们 那我们给他多一个机会 年轻人历练一下 对不对 那保罗说 我们的施工呢 是很紧张的 我们来到带着他 又有经费 又有什么 比如 然后要处理他的情绪 万一他惧怕的时候 我们要传福音 受逼迫 犹太人逼迫 已经来不及了 还要自己的同工 所以保罗有他的角度了 所以我 这里圣经是没有讲这些了 但是为了要带不带这个人来吵架 一定有很多理由吧 我们应该这样会设想到 所以呢 但是呢 他们吵的结果呢 在这件事情 他们没有达成协议 他们分了 这是好事吗 当然不好的是 但是这是神许可的事吗 是神许可的事 所以我们要接受 这里大家有不同的角度 那现在我们来看 品德来讲呢 那品德在保罗和巴拿巴的分裂 我们看到品德来说呢 他们没有攻击彼此 他们之后呢 只有继续沿着主托付他们的使命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走了 造成走之后呢 彼此攻击彼此 这不合神心意的 有一些教会呢 有一群人从一个教会离开了 然后这个教会 因为这群人离开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空缺 主日学 师班 有一些空缺 因为十几个人离开了 他们就很心怀不平 很受伤 所以每一次 教会一有什么问题 都是这群人离开 然后呢 讲了多少年 十年还在讲 二十年还在讲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人离开我们教会 我们收住这样的苦毒啊 我们怎么前进主的工作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保罗呢 在这件事情上 我相信他是很坚持的 因为巴拿巴是劝慰者 劝慰者 劝慰者对人比较有怜悯 所以他劝慰 愿意给人机会 那保罗呢 是比较原则性 我相信 他就也考虑很多 但是保罗在晚年的时候 如果你们读提摩太后书 他跟提摩太说 你把马可带来 他在传道的事上 对我有益处 换句话说呢 其实他们 虽然做了两个不同的事工 但是保罗 之后 不懂怎样的 可能有跟马可有接触到 他们又再一次 可能有一些同工 也是有 后来保罗看到这个年轻人 已经成熟了 又跟他在一起服侍 所以在最后的那本书 保罗他最后的那本书 又提起马可 所以换句话说呢 保罗的心是很大的 保罗他是按照原则来行事 但是并不是因为人曾经离开他过 就怀恨 有至尊心 这个人不想再看到他 就这样 对不对 很多人是这样的 我看其实很小气 我跟你们说 教会界已经很小了 如果我们还在小气 就小到不能再小 你们明白吗 所以这个是主的工作 就算他有时叫你失望一下 过后你看到他 也不错了 成为一个不错的器皿 你要为他开心 感谢主啊 现在神使用你 应该要这样 对不对 我是认为我们做传道人做牧者 其实都是我们设立一个榜样 如果我们做传道人牧者 小气的话整天在台上讲 下面的弟兄姐妹跟在一起小气 有一些很大方的弟兄姐妹 就说牧师又来了 又讲这种小气的话 所以他就间接看小你 你这个小气的人 所以不好的 我们有神的话 我们的容量是要最大 对不对 但是也有原则 那这样弟兄姐妹才会 在他的带领之下 我们感觉很安全 如果有时候我犯了一些小错 牧师也会接纳我的 对不对 牧师在台上就把人批评到这样 如果我做错什么 我就是下一个被贴标签 就是这样 对不对 这一点 但是 朱牧师是不是这样 我又每次问我自己 大家没有做过我的会友 不知道 但是我这次带了几位弟兄姐妹 你们问他 你们只有在视频认识我 大多数只有听到我骂人 但是你们跟我相处的时候 你们会知道 我台下是很温柔的 我几乎在台下 没有这样的 对人还是讽刺人 有时候台上的时候 我不懂怎么讲 这边讲也不是 那边讲也不是 有时间接地讲 有时很责备地讲 有时很委婉地讲 有时很尖锐地讲 但是还是叫人知罪 有觉悟 能够悔改 但是我们在台下 我们要平易近人 每一个人 其实我们都是差十步二十步之内 其实差不多一样的 每个人的软弱都一样的 人被激怒的时候的那个血气 差不多一样的 对不对 我有时看我的同工的时候 特别我跟他们有时候 一起服侍出国 有时候 有时候我跟师母之间 有时候她讲我 我讲她 有时候我开车的时候 她很多话讲 你这边开车 为什么你这边转很危险 什么什么 有时我坐我同工的车 我看到她的太太整天讲 原来这个是正常的 我说你们开车的人最幸福是什么 你是会开车的 你的另一半是完全不会开车的 我曾经去中国的时候在山西 有一个弟兄她就来接我 我坐在她旁边 我是以为我是很酷的人 很安然的 她跟旁边的车差 哇 这么准啊 就这么短 她可以过 我说你对你的车身很了解 她说那不是啊 那个尺寸很了解 什么地方都可以转过 她隔车的时候 那个在中国 我说你这样开车 你的太太不是去死我啊 她说 牧师 我的太太最信任我的 我开车的时候她只有睡觉 因为她不会开车 所以她觉得什么是危险她都不懂 她说牧师你放心 我没有意外过 所以为什么讲到这个地方去 很容易离题 所以讲到品德的时候 那有时候 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看到要学习的是 巴拿巴的怜悯 对不对 劝慰的心 给人机会的心 另一个要看到 保罗的原则里面 但是她的心胸有宽大的 不会记仇 一直把这事放在心里 所以这两个人 给我一个看见 我特别 教会有一些人离开的时候呢 我看这处经文 看的时候呢 对 其实什么事情 圣经都给我们指示 各位要熟读圣经 第四 另外呢 然后 各别 望着 主 托付的使命 所以 各别 完成 主托付的使命 是很重要的 我们 有时候呢 因为一些人 离开的时候呢 之后就觉得 教会残缺了 教会没路走了 那 要做的事工 都是因为离开的人 你才能做 听得懂吗 所以 现在 主在赐给这个教会 所以给他们两个人 有个别新的同工 保罗带着马可走 保罗带着希腊 所以两个人 望着主 所要他们做的事情 就去做了 所以通常 当我们做的是对的 这个 主一定给我们 额外的一个恩典 虽然分裂 但是原来是扩张 做的不对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这个分裂造成 所以不对的 做的不公义的人 他就会停顿 他的信仰 就因为他带来的一些 错误的决定 做法呢 他的生命可能五年十年退后 我通常看 马上看不出 你五年十年后 你看得出 真的做的不对的 主在天上 看这一切的事情 所以你的决定 影响你的教会 或者影响你的家庭 你的孩子 有时候 最后呢 我还是要一个总结 那保罗呢 这里说一句话很重要 我就一直放在 为什么使徒行传要记录这件事 保罗蒙什么 弟兄 弟兄什么 弟兄把他交于主的恩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然后呢 下面呢 我们就发现 保罗进到一个新的地区 对不起 所以新的地区出现了 换句话说 在这件分裂的事情上 整体主的同工 保罗的同工呢 是在判断的时候呢 其实是很难过 保罗带着马可走 没有 巴拿巴带着马可走 保罗带着希腊 但是在弟兄们 就是安提亚教会的 弟兄们的祷告里面呢 是认为 是认为 保罗呢 我的解释是这样 保罗行得更为有益 我的看法是这个 你们可以说 因为为什么 没有说 巴拿巴蒙 弟兄把他们交付神的恩中 为什么没有讲 为什么讲保罗 然后呢 整个使徒行传是以保罗为中心 第三次宣教的旅行 然后把福音传遍 所以在这事里面 两个人都有错 但是在主看待 他们两个人的做法 心境 他们的里面的动机 所做判断的那个全面度 比较合神心意的是保罗 所以主的恩惠恩守 随着保罗 连记录的也是跟保罗 所以我不是说巴拿巴没有蒙恩 主也是祝福巴拿巴吧 巴拿巴也有写书信 但是他不是一个使徒 他的书信也没有列入正典里面 保罗我们都知道 他是大使徒 所以在这一点上 是有明证的 主最后会证明出来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 如果我们做得对 我们做得更为有益的话 在分裂的时候 我们要感谢这位主 因为他是良善的 他是公义的 他一定会带来最好的结果 阿们 好 那对于没有经过教会分裂的 盼望你的教会不要有分裂 如果有的话 请你们再次想起 今天牧师给你们的信息 分裂是很普遍的 但是怎么处理 怎么面对 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我们休息一下子 我们再回来